张先生 袁申有事找我 袁申有一事要恳求张先生 难道又有什么人来找麻烦了 仰仗圣主仁政 不动兵戈不收杂税 行内也越来越规矩 生意上的麻烦有时会有 但却是人生开店赚钱 该做好的本分事 不敢再打扰张先生 那么你又有什么事 来找我帮忙 有话好好说 你这是做什么 请先生告知袁申 我弟弟袁亨的笑容 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弟弟 不过 我并不知道 原恒如今下落 那我再问先生一句 那日公主出将 起码在公主碾边的梁淮吉 他究竟是不是我弟弟 说实话 咱们那位驸马真是不算好看 何止是不好看哪 估计那方面也不行 要不然春宵一刻值千金 公主一个人在这 看来公主不当春宵 当冬夜 连公主驸马的舌头都敢想 不想活了 婆婆 我们错了 原谅笑得再不敢了 再不敢了 若再有瑕疵 直接叫人打断你们的 你也出府去 是是是 快 是是是 坐 你说什么 什么都没做 那么如花似玉的一个媳妇 送到你的床上你都没碰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我和慧柔 没有睡在一张床上 没有睡在一张床上 这 这把你们都送入洞房了 没有睡在一张床上 慧柔睡床上 我睡地上 他睡床上 你睡地下 你是怎么想的你 慧柔 他说 睡觉的时候不习惯 身边有别的人 我 你说 这么多年 我喂进去多少鸡鸭鱼肉 怎么换得你这么个大草包 他说一个人睡 你就睡到地下 枉你还念了那么多年的书 富为气缸你都不懂 你管他愿意不愿意呢 那夫妻怎么怎么能 不是他一张床上的 可是 可是娘 她是公主 公主又如何 把公主嫁给你做媳妇的 是他爹 是大宋的皇帝 你气死我了 你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你气死我了 梁渡渐 梁渡渐 怀疾 这 这是国舅夫人刚才教给我的 要我铺在公主的床上 你可曾跟国舅夫人解释过 公主下降无此一致 我当然说了 可夫人她笑着跟我说 她万不敢质疑公主节操 只是民间习俗如此 也是李家家归 公主既然嫁入李家 便应该李家家归行事 说完 就硬塞在我手中 说了句她明天来娶 人便走了 我 我实在是不知道如何是好啊 公主定会认为这是对她的侮辱 若因此事与国舅夫人上了和气 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 国舅夫人以明令 将白领之一混账上 若不这样做 她一定会反复地要求 甚至亲自向公主提出 若不提前向公主说明 到时候会闹得更加难以收拾 但要将此事与公主说明 谈何容易 不必为难 我已经知道了 把白领给我 公主啊 公主这几日在我家住的可还习惯 这宅子里伺候的下人可还合公主的意 他们若有什么不妥呢 公主尽管告诉娘 娘该打就打 该骂就骂 一定会调价好了 再送给公主使唤 堂下说话的是何人 回公主话 师父马都尉的母亲 杨氏 原来是杨嫂子 赐阿嫂座 阿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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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舅夫人 上主之家 丽将招募一等以为公 如今说来 您便是公主的嫂子 以后万万不要再对公主自称娘 乱了辈分 国朝一致是这样规定 夫人想必以前也曾听说过吧 礼仪如此不能善改 其中不尽人情处 还望夫人海恩 我知道 我对公主自称是娘 那是因为我想让公主觉得亲切一些 感觉像是在母亲身边 那 公主既然不乐意 我改了就是 国舅夫人果然名利 还有一事 也望夫人稍加留意 修筑这公主宅的土地 和一切花销费用 都是官家赐的 这宅地本是官家赐 赐给公主的陪嫁物之一 公主是这儿的正主 并非住在国舅夫人家里 国舅夫人袁世克 随驸马住在这里 若觉得有任何不适之处 倒是可以跟公主随时提出 公主必会尽心为夫人安排妥贴 那 那 那老身 还要谢过公主了 让公主费心了 阿嫂不必客气 赐国舅夫人见面礼 阿嫂不必客气 银器三百两 一薄五百匹 庄陆树侠 礼仪一席 明纸一副 枣豆袋一个 门以咱们 什么 厄格 ..! ? 刘兹 语 语 语 这是我特地为阿嫂准备的礼物 阿嫂可还满意 我的白头发比前些时候没有更多了些吧 官家是有些白头发 不过臣妾觉得并没比去年此时多呢 那就好 一会儿你让他们换件颜色鲜亮鞋的袍子送来 穿着会显得气色好些 公主出嫁后今日第一次回门 官家比大朝会时候还要讲究 我不想让慧柔看着爹爹已经成了个老头子 心中难过 感谢观看 这是什么媳妇 澄清不喝自己的男人睡 她最高气昂的羞辱婆母 这口气我是咽不下 我咽不下我 你说我怎么就生出 你这么个没出息的东西 你娘我在什么事上 让别人占过上风 虽说我嫁到你李家是妾 可我从来没让你 这个树出的次子 比你哥哥 那低出的长子少过什么呀 我什么没给你争来 我连公主都给你娶回家了 可是你竟然吓得不敢碰 还连带着你娘 一起跟着受辱 我不是不敢 我是怕慧柔不高兴 你在嘀咕什么呢 窝囊东西 还就不信了 还没人治得了她 官家和娘娘 不是常常讲 大掌公主做媳妇的事吗 大掌公主 那才是国朝公主的榜样 我想官家 既然把公主嫁到咱李家来 段不会是想 看着女儿和女婿 分开了床睡的吧 我明儿就去宫里 我要见官家和娘娘 她不是说 我不是她娘吗 那我倒要看看 她的爹娘管不管她 我 masala 不要 不然 妈 我 ここ 妈 怎么回事 是谁这么不开眼 敢挡着驸马府的车 夫人 是零车 听路人说是狄青大姐 没死了 不开眼哪 我听说朝中的宰治 都恨不得狄青早死呢 也就是官家还护着他 这官家一病 狄青倒给吓死了 如今人死都死了 也不能再替官家打仗了 狄青家算是完了 若不是我金明有计较 这当年的国舅爷 如今的驸马爷 这少有的老实的窝囊父子 不得让他们 把骨头都嚼碎了 由我看着 谁也别想欺负他二人 狄青 凌英勇有战功 如今英年造势 是国朝之师啊 然 是国朝之师 文相这么觉得吗 诸位 这么觉得吗 真病了几个月不能释朝 满朝文臣都在此事弹劾的 谈劾的 除了封文 他从前的下属行事嚣张 亲友族人一丝与举 便是些光怪陆离的神怪之事 在职众臣各为严官 不但上杂子参他 还一个个地 亲自到他府上去劝他 对西夏胜仗最多 一举平面浓质高的敌情 就不配做熟米使吗 就因为他没有科举出身的功名 你们 究竟是刚笔自用 还是劫鹏党排一级 处处想挟制阵 陈以为 恰恰是因为狄青在国朝武将中 独一无二 战功赫赫 又广被士族仰慕爱戴 所以诸位宰臣才尤为忧心 如此可以在军中 一呼百应地率财任 数十掌调兵权 这正是祖宗所忧虑的 武将拥兵自重 内可逼宫外可列国 他这一生已经结束了 可曾有半点意图谋反的证据 臣从未认为狄青会谋反 官家可有看到 在臣奏章中提过 今日狄青的升迁 打破了祖宗带兵者不长兵的规矩 被群臣弹劾 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他 狄青没有拔护及人野心膨胀的机会 陛下 一意孤行使狄青居疏密使之职 若群臣不敢进言 任由陛下将带兵大将织掌调兵权 做成了定力 那么今后 再由有战功善带兵的将帅 奢却至梁府之集成理所当然 无人在劝谏 陛下以为拥有调兵权的带兵大将 会不会滋生他念 成社稷安定之患呢 我这就进宫 若是国舅夫人 跟官家娘娘说了什么太难听了 也好听我们的解释 一意孤行 上天让朕生了这场病 仲亲才有机会 制止了朕的一意孤行 趁等并非在陛下病重不能视朝时 才开始参奏狄青 只是之前四年 陛下并未纳监 狄青亦从未被同僚所劝 而自陛下病重 狄青便忧思成疾 于是已急请退 陛下计准 定着希望他能够放宽心胸 僵阳身体 继续为国效力 正如当年复辟 被更为惊人的流言所困 以自请外放 最终在地方做出了 使百姓敬服陛下赞许的政绩 如今回京 高居相位 众所亲服 而狄青 却无法自安 终至此 官家悲伤 愚人感叹的结局 这也正是自幼少了圣贤书教导 烧窃豁达通透之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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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敌行西总宁下 东赴广州 身经百战 攻击赫赫 如今隐身 陛下不如重驾抚恤 推恩其辞 以表朝廷痛惜之情 对 朕 决定在晋州 给狄青俱爱 追赠忠书令 示好 五香 示好 五香 官家 慧柔怎么了 身体有肾不适 出什么事了 公主安康 让亲家母见笑了 我如今就会揉着一个女儿 她突然不在身边了 没日闲来 总会惦记她 会不会认床 睡得好不好 吃得惯不惯 公主 公主 公主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 臣妇 臣妇 臣妇只是 特意进宫来 想向官家和娘娘歇恩的 能把 能把公主 许给我那个窝囊儿子 那 那 那臣妇就 就去看看娘娘回来没有 廣州 廣州 刚进行了一些戴帽珍珠 让毛泽取一些 给亲家母做首饰 慧柔内里最温柔灵巧 懂得心疼人的 只是从小被我宠着惯着 性子有些执拗 若有些不当之处 亲家母单待谢个 皇后该是回来了 亲家母不如留下用的午膳再回去 谢管家 来 如今是儿女亲家 比别人更亲近些 那熏鱼 是厨房新室的 官家也很喜欢 今日我这儿 本来没有这道菜 直到亲家母来了 特地让人加上她 亲家母 多吃些 谢谢娘娘 谢谢娘娘 娘娘是天人一般的人物 却对我这样的亲切你说 我呀 原是没福气的人 谁知道 就撞上了大运 成了公主的婆婆 不 公主说叫嫂子 瞧我这嘴呀真是 又说错话 皇后恕罪 皇后恕罪 夫人多吃鲜 妹妹 retirement awy月 薇柔是官家长女 如今更是官家唯一的孩子 是官家的手中薄 心头肉 嫁出去了 官家 还经常念的 还好啊 嫁到了李家 至少放心 是 是 我们把慧柔 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 慧柔虽然一贯之书达理 但是从小 被所有人宠着 难免有些任性 若是有言行不当之处 还请夫人多体谅 我和他姐姐 也会对他多加劝导 让他收敛性情 禀持妇道 公主怎会有言行不当 只是 我们平日里 简陋了些 怕怠慢了公主 这杨夫人也算是个很有眼色的 如此 便根本没有抱怨公主对她不敬 后来 皇后又将苗贤妃请来坐了一会儿 杨夫人便故意把公主夸了一通 说公主出手阔绰 经常赏赐吓人东西 苗贤妃不知道前因后果 不知道杨夫人是带着妻在返访 只当她是没见识 贪小利 于是又赏赐了不少的 金银财宝绫罗筹断给她 这次虽然婚了过去 但公主和风马长期这样下去 瞒不了一辈子 妈 好 怀姐 公主信任你 你要寻机会多劝劝她 既然已成婚 总是要好好相处的 平日在她面前 切勿说驸马的短处 她若有怨言 你也要替驸马多辩解 主子夫妇岁也静好 才是我们做侍者的福分 很举人 你 Crohn 有个潜入的 你说要不就 你俩不肯聚了吗 还好 那边是老邦 不是肯聚了 现在有什么啊 我还不肯聚了 因为您这不肯聚了 我们今天暂時 我没有肯聚了 这是公主亲自修的 那当然 这多么别致 旁人访都访不来 那是 公主别出心裁 这图案怕是前无古人了吧 公主修得甚好啊 真之前都不知道 公主还算女工呢 是送给你的 公主亲手做的手工 如此珍贵的物件 臣不敢 是亲手做的第一个香包 所以要送给你啊 怀季 如今除了你 我还有谁呢 还有谁让我记挂 让我依靠 让我惦记 让我有兴趣去分享 所有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呢 难道你不肯吗 我也想想 谢谢 谢公众 国朝有规矩 婚后赴马虚仙金公主宣照 才可以公主同诉 如今遵照规矩 请你搬去别屋独请 若你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跟我讲 我让怀疾他们去办 如果你愿意的话 每日晚间 你都可以到这里来 与我一同用晚膳 谢公主 上次与你在这儿吹吊 已是十年前了 老了 老爸 听说亲爱惜容颜 去年一场大病 头发白了大半 悄然不乐 寻良方无法来着 臣病重食 只恐不能再见到陛下 臣病重 闻彦伯辜辩辩辩策 偶尔也能见王瑶辰 包枕的奏章 朕便想 天圣五年丁卯科的进士 称朝廷栋梁者甚多 为你还在外放之中 天圣五年丁卯科的进士 朕今十年未召你回来 若见不到了 定会遗憾 臣这大半生得于陛下 可说是无憾了 许多未能完成之事 或因命数 或因才华能耐不够 也不再纠结了 然而如今有一事 若不能尽全力劝谦陛下 其回馈众生 回京任职第一件事 便是逼着这立处 朕在你们心中除了是皇帝 还是个人吗 朕以为太子乃国之根本 岂可清理 你不是崔子镇从宗室子内选立太子 陛下膝下原只有公主一人 如今公主出将 陛下再无子女承唤膝下 臣每念及便觉七处 替陛下落雷 臣有一件意 陛下姑且先听听 一旧 家 你 大学 大学 臣都不再近中建立书院 则明师讲寿 使宗室所有子弟入内听讲 地宵作文 辩经 结合时事作论书 陛下处理朝政见细 回寝殿途中 或是觉寂寞之事 便可灵性尽重疏远 其一 臣等每辈陛下面见 常从陛下言行中 所学极多 受用不尽 许多宗室子弟 却反而极少见到陛下 宗亲乃陛下最亲近之人 原该多目胜德 其二 此举亦可让陛下 多见见亲近的后辈 见见少年人读书论理 乃至淘气 都可收尾孤寒 对陛下康复也是极好的 我这是娶了新媳妇吗 我是请了一尊神来 夫人您别生气 这公主对寻常人家而言 可不就是个神吗 这刚从天上降下来的 那是看谁都配不上自己 早知如此 我就 我就该逼着国舅爷辞婚 我就维儿这么一个儿子 这好不容易盼得他娶妻了 我享受不上你媳妇的伺候 也都罢了 你让我 我去伺候这个媳妇 也都罢了 可是你不给我李嘉天丁 传宗接代 那我要这个媳妇我做什么 你说我做什么 夫人呀 这有个公主做媳妇 外头人 谁不对您亲献不已呀 公主虽暂时不给李嘉天丁 但是也给李嘉天采了呀 面子是有 可这有面子里子全无呀 光彩得要 孙子也得要 不过 这给李嘉天丁的 不必非得是公主呀 是啊 不行 他们刚成情不久 我就让驸马去纳妾 那岂不是对公主补敬啊 你可是不知道 咱们官家 那对公主有多疼呀 这要是 这公主闹起来 不成 这不成 夫人您不妨试探一下 也兴许 这公主她只是拿住了驸马 怎么着心中也只有她一个 所以才是这般呢 好孩子呀 是这个礼啊 驸马以前 原本是有两个屋里人的 可是我想 这公主进了门 那万一不喜欢呢 所以我都给卖了出去 可如今呀 这驸马房中 也没了持肘的人 这乱糟糟的实在是不像话 我就想出去寻个丫头回来 放到驸马房中 做些洒扫侍奉之事 不知道公主一下如何呀 如此甚好 阿嫂便尽管去寻合适的人来 将来 那小娘子的月钱 由我来给 正如阿嫂所说 这驸马 无人伺候可不像话 便请阿嫂速速寻了人来 这一时 若没有特别满意的 就从从前府里 寻懂事 秀气能干的丫头 先伺候着 这外头的 也慢慢地找 我不要 你不要什么 我不要纳妾 我不纳妾 我不要那个夏合 你不要 你想要公主 那你倒是拿出 大丈夫的气概呀 反正我明天就要抱孙子 你要是能跟公主生出来 那是最好 你要是没本事 让公主给你生 那你就替我的安排 你 你想拿石头 砸你娘 我你个天哪呀 我的老天爷呀 我的国舅爷呀 我怎么糟了 这是什么孽了 生了这么个不孝的儿子呀 我的老天爷呀 他 我的 谢谢娘 我的国舅 娘 我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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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你没有什么 你把那石头 锯那么高的 你要干什么 你跟娘说清楚 国舅爷呀 你说说你这个傻儿子 让别人搓扁了 柔圆了 怎么整只 连个屁都不放 他却 却敢拿着石头 要打他的亲娘呢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阿伯 你这是干什么 我不纳妾 娘 我不纳妾 我不要那个夏合 那你今天 就跟公主同窗 慧如不响 我不逼她 娘 我 你放屁 我不想 你要是 不把公主变成你的真媳妇 你就必须听我的 纳妾 我不纳妾 我不纳妾 娘 我这个 不纳妾 不纳妾